娱乐了饭天 娱乐一下才是终于娱乐了饭天 至今改革开放四十年 福建经济荣耀盛典 展现时代新篇章 马丁赞赵领台 知否知否敬业 其实无论你是 所在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真的是敬业非常重要 幕后助王罗敬周东宇 为奋斗的职场人点赞 我觉得幕后的 工作人员才是真正的英雄 娱乐了饭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海潮给第一部厉害的点心面 多久给我们播出的 娱乐了饭天 我是朱祥 大家好 我是 在这要提醒电线的各位观众 在今天晚上的八点二十分 一定要打开电视锁定 我们东南卫视独家播出的 敢为天下先 改革开放四十年 福建集出企业家专题转播了 是的 其实每天晚上 都有两位福建集的成功企业家 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 那今天又是哪两位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 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 为社会主义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批批企业家们 用他们的拼搏精神 补起了精彩的时代篇章 在这个时代浪潮下 永荣控股集团董事长吴华兴 就是其中一位弄潮儿 其实我读书出来是可以分配的 我觉得这个创业能够改变自己 也能够改变这个未来 最关键的这个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这种各种的思想的碰撞 我们也愿意去做这样的尝试 所以我当时从来没有 这就像民营企业的想法 从来没有 我就想如何改变 这个改变命运 改变 经过奋斗来改变自身 我一直是这么想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吴华兴创立的永荣控股集团 正是如此 从投资一千元的村办 小纤维厂起家 如今永荣控股集团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 石化尼龙新材料供应商 旗下有近三十家企业 员工已经超过一万人 企业连续多年获得 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 中国化工企业五百强等荣誉 在乌华兴看来 企业的发展 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只有这个大事好 那么我们才能跟得上 比如说这一次 石巨大提出来 特别提出来 这个美好的生活 那我们就为就是 要创造人类 多采幸福的生活 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 就更时尚 更健康 更探索 更符合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 消费升级 因为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我们也沿着一带一路走出来 走出去 成球化的这个客户更多 这也不但让我们这个 学会成球化的经营 并且让我们成球化过程中 得到实惠 除了无话心外 今晚的节目中 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 另外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他就是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 董事长陈阳彪 从事旅游行业三十多年 可以说他也见证了 我们整个福建旅游 从最初的起步 到辉煌的过程 我参与见证了 福建旅游四十年来 这个从武道游 从小到大 经历的第一个阶段 应该是七八年到九一年 这个是以陆景游 为核心的起步阶段 陆景游 陆景游 第二阶段应该说 是九二年到九八年 这个应该是政府主导型的 一个托展阶段 那到了九九年到二零一五年 这个应该是市场化主导的 光明旅游大发展的一时代 到了一六年至今 应该我们旅游 进入了成立旅游的发展时代 这四十年来 福建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清新福建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对全省社会经济的贡献不断凸显 旅游经济总量从六五期间的旅游 创汇九千七百二十二万美元 增长到十二五期间 旅游总收入超一点一万亿元 2017年全省接待游客三点八三亿元次 旅游总收入突破五千亿元大关 我们旅游进入了大众的旅游的新时代 构建大旅游 大平台 大产业 大发展的格局 促进文旅 融合发展 做强 做优 做大 福建旅游产业 让福建的青山绿水永不寂寞 与之更多精彩内容 今天锁定今晚八点二十五分 东南卫视独家播出的 感为天下先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福建杰出企业家专题展播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为了从企业家层面 展示福建改革开放辉宏历程 总结福建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经验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营造全社会尊重企业家 崇尚企业家的良好氛围 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省工商议联合会联合开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 福建最有影响力企业家 推选活动 并设立了词委会 及其专家委员会 感为天下先 改革开放四十年 福建经济荣耀盛典 即福建最有影响力企业家 颁奖典礼 即为本次推选表彰活动的 终极呈现 也将在一月六号 于东南卫视播出 我们将一起回顾 福建四十年经济发展的 历史进程 表彰功勋卓著著的 福建优秀企业家 进一步弘扬敢为天下先 爱拼才会赢的 敏伤精神 整场晚会分为开拓者 大变革 全球化 青经济四大篇章 每篇章都对应 福建经济的发展阶段 这场晚会 既是福建经济记的盛事 也是一场视觉听觉盛宴 我们好不容易 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们 用丰富精彩的文艺节目 向开山拓海的福建企业家们致敬 向改革开放四十年 福建砥砺前行的历史致敬 乐阪天综合报道 今天在化妆间看到图小 一边在化妆一边在追剧 又是被哪部剧给迷上了 我跟你讲 真的一段时间 就会迷上一部剧 这个剧确实有魅力 而且这个剧的名字很绕口 叫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 有听说过吗 有听说过 而且这部剧就是 听说演员的演技都还不错 没错 我觉得这部剧 它主要的魅力就是 演技都很到位 另外你看赵丽颖 听说拍的时候 也非常敬业 寒冬的一个戏 当然要跳水 十次它都不用替身 所以当然好看了 就看一下 由冯尚峰张领 领先支援的连续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从开拍到现在热播 一直深受观众的 期待和关注 景气更是随着 每天的剧情花式上热搜 逐渐起热度了 知否在微博之前 就有着超高的关注度 其中饰演周雪娘的马丁 就透露 拍这个戏压力很大呀 其实 说实话 现在的压力非常大 就是在金牌制作团队 然后金牌演员 以及黄金档期和平台的 这种双重或者四重的压力下 已经有一些网友 觉得要唱衰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网友的一些评论 每个演员 都是实时地在关注 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在这里还是要 就是说挺我们这部戏 我们这部戏 其实从拍摄到 现在播出 是非常完整的一种感受 从来都没有中间 因为任何的问题所停掉 然后剧本呢 都是一气合成的 我们非常喜欢 就是戏里面那些台词 有那种 就是宋朝当代的那种 淡淡的文雅气质吧 无论是剧本还是拍摄 整部戏要精益求精 在打磨每个细节的同时 演员们更展现出 敬业的精神 这波一场在寒冬拍摄的 跳水戏 就让赵领吃了不少苦头 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 不会游泳的赵领 坚持不用替身 轻身上阵 光是这场跳水戏份 她就拍了数十条 那场戏我是没有参与了 但是我因为在standby 我有看到明兰 她在四五米的 一个室内的泳池 跳水的那场戏 如果花絮大家有看到的话 应该是能够感受到 这个镜头背后的艰辛 首先 丽莹她不会游泳 所以我们其实 有问过她的意见 这个时候张开舟导演 就是非常非常的 善解人意 结果她跳了一次之后 还会起来再问 需不需要再来第二次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无论你是 所在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真的是敬业非常重要 当然了 马丁对于自己的角色 也是用心在诠释 虽然与自己性格 竟然不同 但马丁出色表演 也是将周雪娘的 腹黑心机 展现得淋淋尽致 我呢 这次是扮演的是 林小娘身边的 贴身女婿 周雪娘 可以和小娘 是从小一起长大 然后小娘 嫁入圣府 成为一个非常得宠的 妻子之后呢 我也是在她身后 等于说担当了一个 CEO首席执行官的 这种角色吧 在幕后给她出谋画室 我本人的话 其实是一个 蛮大大咧咧的人 就是说话比较直爽 有一说一 但是周雪娘呢 她就不一样了 因为她 她真担当的这个角色 必须是一个 她的喜怒哀乐 不形于色的 她要时时刻刻 保护自己的主子 所以我曾经说过 就是世人很难懂 这主仆停身 但唯独我乐 就是说我是已经把 这种主仆的感情 深入到了骨髓当中 要说起 2008年的热门电视剧 《沿袭攻略》 绝对是榜上有名 这部宫廷剧 除了有精彩刺激的 剧情内容之外 剧中诸多带有 中国元素的服饰 也是令人相当惊艳 近日电视剧 《沿袭攻略》 在上海举办了一场 比开生面的服装展 在剧中饰演皇后 挥发那拉式的 蛇士曼 也是现身就镇 此次展览将剧中主角的 服饰和配饰都一一展示 来到现场的蛇士曼 看到了自己当初的戏服 也是感慨万先 贤飞的季后的衣服 我看到的时候感触特别深 因为就想到我们 就拍的时候就点点滴滴 然后今年又很受欢迎 所以开心 想带回家但是不行 在电视剧《沿袭攻略》中 蛇士曼的表演十分到位 无论是挥发那拉式 前期的温柔贤淑 还是后期黑化后的 狠辣绝绝 他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 都给人以鲜活立体的感觉 不少人都认为 挥发那拉式这个角色 可以成为其代表作之一 你以为我会伤害他吗 我最恨的人不是他 而是你 爱心绝楼红利 我好恨你 恨你 二十二年的《丛颖路》上 起来的时候也演得越来越爽 虽然这个角色可能是有点坏 但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 所以我希望下一步 不知道是几年后 但是我希望 有更加精彩的演出 带给大家心想 一直以来 诗诗们都在努力塑造不同的角色 未来的他 也希望能够为观众呈现出 更多不一样的自己 谢谢大家的厚爱 二零一九年的话 我也继续希望可以接到 很多不同的角色 可以让我 就找到不同的我 把形成不同的我 新的一年已经来临 不知道诗诗们 接下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我可能会接一部戏 是跟上海有关系的 就是穿旗袍的 适合你 我也非常期待 希望可以拍到 乐阪年综合报道 幕后猪王罗敬周东宇 为奋斗的职场演点赞 我觉得幕后的 工作人士还是最大的英雄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光后欢迎回到好桥 给力玻璃海的点心面 对着光播出的 一乐乐翻天 大家好 是故乡 大家好 我是吴鸟 好 接下来呢 要说一部电视剧 叫做幕后之王 是 提到这部剧呢 我真的有感触 第一 它讲的是 这个传媒人的背后的故事 故事 为什么不找我 如果我演的话 就是本次演出啊 女主播的心酸泪是不是 对啊 另外这个剧 不敢看呢 就是你去想 刚才女主播的心酸泪 说完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会想到 那个当时的那一幕幕啊 是不是 是 是 可能会让大家 一些感动或者感同身受 所以呢 也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多支持这部电视剧 来吧 马上到我们的 开播记者会上去了解一下 讲述传媒幕后行业的电视剧 幕后之王 昨天在北京举行开播仪式 出演周冬宇 罗靖等一众演员 出席活动 在剧中啊 罗靖饰演的是一位 优秀的综艺节目制作人 了解现实中制作人 这份工作 罗靖就感叹 他们背后所承担的 酸甜苦辣 让人心疼 在剧中饰演职场新人的周冬宇 同样在拍摄过程中 切身感受到幕后工作者的艰辛 在现场他就呼吁大家 在关注中国影视业发展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 其他行业幕后工作者的付出 我觉得幕后的工作人员 才是真正的英雄 对 不仅仅是 就是传媒行业的 或者我们这个行业的 还有很多很多 就默默地为这个社会付出的 比如说我们为工人 还有些大家不容易看到的 幕后付出的人 他们都是幕后的英雄 我们只是配合幕后的开机 今天呢 真子丹在香港拍摄电影 肥龙过江的杀青戏份 这场戏份的拍摄地点 就选在了15年前曾经拍摄 《杀布朗》的后巷 这场地的选择 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呢 好多动作的电影的影迷 都蛮喜欢那场戏 然后因为肥龙过江 有好多桥段 其中有两场戏 都是把我以前的一些电影 经典呢 所谓大家喜欢的一些动作片呢 比较受欢迎动作片的场面 把它再重拍一些镜头 在《肥龙过江》这部影片中啊 曾子丹所饰演的角色 因为失恋而暴影暴使体重猛增 不知道现实生活中 曾子丹是不是也为影片努力增肥呢 我拍完《肥龙》之后呢 其实我也去了拍两部电影 其他两部电影 所以我没办法去 真的去腾出一年的时间去增肥 然后再把自己减肥回来 所以到最后还是用特技化妆 但是这个特技化妆呢 我觉得也是同样很难的 因为首先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化妆 化完妆最难的地方不是妆本身 就是你担着几十斤的重量 然后要去打 又跑又要去演戏 这个是难度蛮高的 即将于1月11号上映的动画电影 《白蛇缘起》 以东方经典IT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白蛇传》为基础 影片讲述了失忆少女小白 被捕蛇人阿萱所救 为了解开自己的身份谜团 小白在阿萱的帮助下 历经艰难险阻 年少男女在一路冒险中 萌生爱慕之情 一场爱情故事随之展开 找个小品没有怎么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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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